大家好 我是Wiki導遊 今次想和大家推介一條香港佛系智庫路線給大家 讓大家深入了解香港的風土人情 進入一場心靈禪修智庫之旅 今天我們來到俄頸橋 來到這個打私人的原本地方 我們一起來體驗一下 每逢經濟 香港俄頸橋成為打小人的業本勝地 打小人的習俗最早在聖堂時期流傳 是一種具有詞咒性質作用的毛術 純粹民間習俗 民眾藉此宣洩內心不滿 很多辦公室的OL都來補塵 下一集我們來到上環文武廟 我們一起進去參觀一下 文武廟是一個八年法定古蹟 建於1847至1862年 公款著文帝和武帝 文帝手持毛筆 代表功名和觀錄 而武帝手持長劍 身穿綠袍 代表信義和武略 這裏就是紅磡觀音廟 每一年是正月26日 很多善信就來到這裏有觀音廟借庫 這裏就是我借到的紅紙 紅磡觀音廟建於清朝同志十二年 廟宇主要供奉觀音 也供奉太歲和烈醒 每逢農曆正月26日觀音開符 都會吸引很多善信前來參拜 祈求財運亨通 善信想向前 觀音借庫抽取寫上銀碼的紅紙 祈求利年增加收入 快庫街是旺角一條街道 最近成為網絡平台的新推介 有遊客認為街名是有發財的意思 所以成為香港的打卡熱點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黃大仙子 讓我進去求婚之籤 看看財運如何 黃大仙子是香港最著名的苗譽之一 奉 刀 佛 如 三教 其五營 建築佈局別具特色 黃大仙有求必認 簽文靈言 上年吸引無數善男信女 參拜求籤 香火鼎盛 一場來到我都入廟求籤 這個三日兩日的佛系之父之女 帶大家體驗不一樣的香港特色文化 Let's trav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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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